今天的AT國股推介 建議大家留意銀魚27日 簡選原因是澳門10月份中場賭收 超越2019年的水平 大行預期11月賭收可以高過市場共識 股份留意財務狀況強勁 有望增加排息的銀魚 富稅引述銀餘管理層講到 對澳門賭業前景相對樂觀 預期今年盈利可以反彈到2019年的水平 次至6月底集團的現金和流動投資有244億 淨現金是220億 基於銀魚的淨現金狀況 降低的資本支出和正向的自由現金流 富稅預期銀魚將會在中長期派發更高的股息 彭博綜合勸章預測 銀魚今年預料會規轉型賺87億 今年將會恢復派息 全年派0.517元 2024年多排58%去到0.817元 策略走勢上 銀魚昨天挑戰7月延伸以來的下降軌 突破預料會上市50元區 策略上可以撲44元附近吸納 跌穿42元就適宜減辭